儿子又年被拐老人原地摆摊,三十年,我不怕等待我怕你不来,又是一条来自远方,关于儿子的消息,可结果仍不是韩风所期望的那样,三十年儿子被拐后韩风就一直原地等待着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早上七点骑车出门到离家十一公里,外的修表摊等着儿子回来,满头黑发,以花百每天路过的老街口, 也从迷路,变成了绵阳最繁华的主干道之一,他还等在原地周遭日新月异,一条又一条来自各地关于儿子的线索,让老韩从期望变成失望,可老韩,从未想过要结束这场一个人的战斗他不想结束,他不想书年幼儿子被拐,他在原地摆摊三十年十一月二日,临近初冬天气渐渐冷了起来, 绵阳市成年路口韩风坐在修表,攀钱定定看着人方,韩风今年六十五岁老家,在岁宁鹏西县一九八七年,在绵阳站稳脚跟后,他从老家将家人接到了身边这一年,儿子小军六岁,也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韩风,在帮人修表时儿子疑似被人拐走, 儿子小军照片儿子丢失,以后韩风开始了寻死之路,从绵阳市区到临县乡镇,他的足迹遍布周边多个县市区,为了找寻儿子,韩风去过自然的地方是辽宁一九八九年,当时有人告诉他小军可能被卖到了东北,前一次被骗的经历,并没有打消他寻死的念头, 韩风,马不停蹄赶到了辽宁,多番寻找仍是没有,一点好消息多次寻子无果,韩风选择了一个在身边人看来最不可理喻的法子,原地等待每天早上七点韩风准时出门骑着自行车带着饭菜,从绵阳市高新区菩提寺,前往成年路的修表摊晚上七点,又骑车回家,来回超过二十二公里,除了过年休息几天, 韩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每天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多年过去老韩满头黑发,以花白他也无数次自责过,如果没有接那个生意如果修表的时候能多抬头,看看孩子是不是就不会被拐走,但是他知道没有如果新线所从然,希望结果仍不如意媒体报道过老韩的事迹后, 很多好心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,希望老韩能够如愿几个月来,老韩不断收到各地的信息,八月出一条来自陕西的线索让老韩心中从然希望, 严先生是这条信息的发布者,他告诉老韩,多年前他有一位同事曾无意间说起,自己姓韩从小被拐卖父亲,是一名修表将看到信息后我立即联系他,感觉他说的应该就是小君,多年来接到过很多信息老韩一次又一次失望,但他始终未放过任何一个线索,通过严先生提供的电话老韩怀, 这求证的态度打了过去,得知我来一以后直接挂断了电话说,他找错,人了再打过去就一直不接电话了,这一次过后对方再也没有给老韩有过通话,我也换了其他电话打过去, 但是,他应该知道号码所在地,一直不接电话随后记者电话联系,上了严先生,他表示信息确实是他所发,但是多年未见他也不能确认,他的这位同事,是否就是老韩口中所说的小君, 只有通过DNA鉴定之类的才能确定吧,我也希望能够有个好的结果,和老韩一样,记者用归属地位四川的电话,多次拨打严先生的这位同事的号码, 但对方从未接听通过广州的爱心人士记者辗转联系,到了他告知其来一后,对方一口否决,也并不愿意,透露任何信息对话韩风就像鱼躬移山,我依然会继续等待线索断了生活,还得继续,三十年每天早上七点韩风准时出门,骑着自行车带着饭菜,从绵阳市高新区菩提寺,前往成绵路,晚上七点, 又骑车回家,来回超过二十二公里,除了过年休息几天,韩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每天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,封面新闻,这么多年重复同样的生活,家人怎么看,韩风儿子失踪后,韩风有了一个女儿如今已成年这些年妻子女儿都没有怪过自己,一直默默支持着自己,有愧疚,但仍很不下心,还是想继续等着,封面新闻 根据小军的出生日期,算起来,已经37岁,有什么想对他说韩风,我不想也不会强迫他回到我身边 我只是,想再见他一面家里人,也并不想干涉他的生活,也不希望小军为我们养老送中,只想他回来看看,我们见一面,封面新闻 这次外地传来的信息,如果确认不是小军,还要继续吗?韩风我已经等了也早31年了又不是的话我会继续寻找,等待 发扬于公一山的精神等着儿子回来